MING PAO CANADA 比賽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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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開飛機很簡單 其實跟開車子很像 只是多了一個上面跟下面 那最重要的飛機 最重要的就是這六個儀表 第一個這個叫做 AIR SPEED INDIVIDUAL 它算是我們的空速表 可以看到我們飛機的速度 它是以海里來計算的 所以不是公里也不是英里 它是以海里來計算的 OK 第二個呢 這個是我們的姿態 EATITUDE INDICATOR 它可以看到我們的飛機是上是下 是左是右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橘色的這個點 跟這條線 如果說它在中間的話呢 就表示我們的飛機是平飛的 不上也不下 如果這個橘色的點呢 在上面 你看它在上面這個藍天呢 就表示我們飛機在往上走 如果說它黑色的地方 就表示我們的飛機在往下降 好 那這個橘色的三角形呢 如果說它在中間的話呢 就表示我們的飛機是直的 平飛 不左也不用 那這邊呢 有三個刻度 這裡也有三個刻度 一個刻度呢 代表10 所以左轉的10度 20度 30度 右轉10度 20度 30度 那這個是60度 現在這個飛機的姿態呢 就表示我們的飛機是往上走 左轉10度的一個姿態 接下來呢 這個呢 是我們的高度表 OK 它很像時鐘 跟時鐘一樣 短的是千 長的是百 短的是千 長的是百 所以 以這個Poster來講的話呢 它我們現在是在840尺 840尺 這個叫做Turn Coordinator 它一樣可以看到我們的飛機的左右的轉彎 還可以看到我們的鼻子 我們的鼻子 OK 那這顆球呢 如果在中間的話呢 就表示我們的鼻子是直的 如果在左或是右的話 就表示我們飛機呢 它有一點 它還是往前面走 只是它的鼻子呢 往別的地方直的 OK 所以我們在飛行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把這個球呢 踩在中間 飛機才會直直的往前走 接下來呢 這一個 是我們的航向儀 Heading Indicator 可以看到我們的飛機 是往東南西北哪一邊走 那以這個Poster來講呢 指在N的話呢 就表示飛機是North 往北一邊走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呢 這一個是我們的Vertical Speed Indicator 我們的垂直上升 垂直下降的一個速率表 好 如果這個指針呢 指在5這邊 就表示我們的飛機 每分鐘 爬500尺 如果在下面呢 OK 在5的地方 下面5的地方呢 就表示我們 飛機每分鐘降500尺 好 那飛機的油門呢 跟車子不一樣 飛機的油門呢 是用手來控制的 OK 這個黑色的 這個叫Throddle 它是我們的油門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要起飛的話呢 我們要把油門慢慢地把它推到底 油門慢慢地把它推到底 OK 那之後呢 我們的速度就會增加 那以Cessna 172來講的話呢 我們呢 通常我們都是在60海里的時候 讓飛機起飛 60海里的時候讓飛機起飛 那每一台飛機不一樣 比較大的飛機 比較重的飛機呢 他們就需要比較多的速度 才可以起飛 好 那 等一下呢 我們慢慢地把油門呢 慢慢地加進去 到了60的時候 我們慢慢地往上拉 往上拉以後呢 這個橘色的點呢 就會往上走 通常來講 我們都把這個橘色的點 放在第一個黑線 放在第一個黑線 OK 那飛機就會穩穩地往上爬 如果到第二個黑線的話呢 我們的仰角就會比較高 人會比較不舒服 也會比較容易 會有失速的一個危險 所以當我們正常起飛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把它放在第一個黑線上面 我們飛機呢 如果說在地上走的 對地上滑行的時候呢 我們下面有兩個踏板 等一下我們上飛機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下面有兩個踏板 記得我們的腳跟放地下 我們的腳不是騰空的 我們腳跟放地下 等於說我們的腳掌去踩這個舵 踩左呢 飛機就往左 踩右 飛機就往右 OK 這個Poster上面沒有多 我們等一下上飛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對 踩左就往左 踩右就往右 那在機場呢 我們有很多條線 有很多黃色的線 那我們滑行的時候呢 是要跟著線走 像車子不能踩線 飛機呢 就是要跟著線走 OK 那 上了飛機以後 起飛了以後呢 其實就跟開車一樣 非常簡單 左轉右轉 如果說你要讓飛機往上 你就往上 讓飛機往下呢 你就往下 然後配合我們的油門 來抽中這台飛機